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 在你这伟大的我事 耶和华面前 求你启示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软弱 我们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 是出于尘土 也是归于尘土 主啊 谢谢你在千千万人中 看上我们 选上我们 做你蒙怜悯的器皿 主啊 虽然有你住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里面的肉体 也是随时在那边隐瞒的 主啊 不叫我们离开你的面 离开这调和的灵 保守我们 随时与你有生机的连结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祝福上线的每一位 愿主的名 在与我们同在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来进入 今天的这篇信息 我们今天来到 圣经中的人物 第三十三篇呢 今天我们要看见 一个非常黑暗的 叫做大卫犯罪 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 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 好好的来看这件事情 大卫做王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攻打 耶布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 这是为了得到神 可以立以他名的地方 大卫也打败了两次攻打过来的 非力士人 国家一平静了 大卫就立刻不到神在地上的居所 他找到了约柜 把约柜 迎接到耶路撒冷 他所搭建的帐篷里 当大卫住在 香伯木建造的王宫里 他觉得神的约柜太委屈了 仅仅住在他所搭建的帐篷里面 因此他想为神建造圣殿 作为神永远的居所 但是神拒绝了他的想法 神反而要为他建造家世 使他的国存到永远 这一件事情是后面我们所要讲的 大卫的人物还有所发生的事情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也借着大卫犯罪 曝露出来我们人里面的肉体 都是草木和街 只有更多的神把基督 把那永远的金银宝石 建造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有真正的神的国的出现 神拒绝大卫建造圣殿的原因 因为你是战士 神给大卫金银的角色 他是战士 所以大卫为神多年征战 掳掠财宝 为了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 这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从撒木尔基下第八章 大卫在外面多次得胜 第九章 他善待米非波社 他是在里面得胜 但是从第十章开始 撒旦就从外面和里面 两面来攻击大卫 撒旦第十章 此后 雅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 他愣接续他做王 摩亚人和雅门人 是罗德和两个女儿 乱人生下来的后代 他们住在约旦河东 雅门人的首都是拉巴 在今天的约旦境内 士师时代 雅门人多次攻打以色列 有一次是被士师耶夫他打败 扫罗刚刚做王的时候 雅门人就攻打激烈雅比 结果被扫罗打败了 摩亚人和雅门人的子孙 即使到第十代 也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撒下十章第二节 大卫就说 我要以恩慈 带拿匣的儿子哈嫩 正如同他父亲 以恩慈带我一样 于是大卫猜犬承服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服到了雅门人的地 大卫是个感恩的人 可能雅门王拿匣曾经帮助过他 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 但是雅门人的首领 对他们的王哈嫩说 大卫猜人到你这里来 安慰你 你就真以为他是尊重你父亲吗 他才臣服到你这里来 不是为了降察窥探 而是要倾覆这城吗 大卫对待哈嫩的动机 和对待米菲波舍一样 都是为了表达对他们父亲的恩情 雅门王的臣服 却怀疑了大卫派使者来安慰的良善动机 误导了王哈嫩 约亚也是如此猜测过亚尼尔 语诈的人总是把别人看作跟自己一样的语诈 雅门人的首领 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挑起了这场战争 但背后我们要看见 这是撒旦挑起的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控告者 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者 就在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 阴间的门打开了 借着大卫的肉体情欲来攻击大卫 破坏神给大卫的约 而神也让大卫的肉体暴露出来 天然的人用草木和街 无法来建造什么 只有接受神所赐给的基督 就是金银宝石 才能够来建造神的殿余 神子民的得胜 是对神仇敌的羞辱 必定会遭到仇敌的利害反击 什么时候神的子民得胜 什么时候撒旦就要由外面来攻击 并且由里面来诱惑 所以我们要随时警醒 我们上一天提到大卫是在征战中 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 我们的日常生活 家庭生活 照会的侍奉 都是一场征战 我们要小心 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出来 他们便将大卫成徒的胡须 剔去一半 又割掉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当时男人续胡须是荣耀的象征 强把对方的胡须剔去 是其耻打入 将大使衣服割断 以致露出下体 叫人如同奴隶 或者是俘虏一般的赤身露体 如此对待外国使节 无疑是一种国际上的挑衅行为 大卫成徒是使节 理当受到尊重 任何一国的大使 受到雅门人这种极度羞辱的对待 其实是直接挑战 大卫的势力和权柄 导致两国之间长年的战争 在拿巴事件中 大卫有受到的虚辱 被激动的要去报仇 那时幸好有雅比该来帮助大卫 没有让大卫报了私仇 但是现在 大卫是神国的君王了 这个羞辱是羞辱了神的国 大卫绝对不能视若无睹 不予报复 必须出兵 否则他在列国中就被藐视了 大卫在其他周边列国战争中得胜 撒旦就兴起雅门人来挑起这场战争 雅门人的这种挑衅的行为 等于是正式的宣战 可是由后面的经文看起来 雅门人根本就没有独立对抗大卫的能力 所以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仇敌 撒下十章五节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大卫 他就猜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这些人 圣觉羞耻 王对他们说 你们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起来再说 大卫对他所派出去的使节非常顾念 知道他们受辱 就派人去接 还要他们待在耶利哥 等待羞辱过去 耶利哥是位于 雅门到耶路撒冷的中途 这些使者是大卫的代表 他们所受的对待 令他们极为难堪 大卫自己也身同受辱 故此他不让他们公开露面 直到所受的损害 看不出来了 才回到家 大卫细心地对待他的属下 值得我们在侍奉上的学习 十章六节 雅门人看自己为大卫所证悟 就大发人去 招募 伯利河的亚南人和索巴的亚南人 步兵两万和马家王的人一千 托伯人一万两千 雅门人自己力量不够 还需要花钱招募亚南四个城邦的王 出兵来攻打大卫 所以我们看见 雅门人这段战争 完全是由神的仇敌所挑衅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好 在约旦河 这里 这个是耶利哥 就在耶路撒冷跟河东的亚门中间 那是大卫的领土 已经是非常庞大了 这个红线所包含的这个范围 这些都是大卫的属地 就是美帝的一部分 那么拉巴这是亚门人的首都 好 我们刚提到 这亚门人呢 自己不够力量 所以呢 亚门他们就去招募了 柏利河 这些也都是亚南人的军队 等于是佣兵 所以大卫就派兵 由约亚帅里去攻打拉巴 从历代至上 十九章六到七节 我们看见哈嫩是付了一千他连德银子 从北方雇了亚南人 也雇了战车和马兵 这一笔钱 一千他连德 是可以购买十万个奴隶的 所以不是一个小数字 哈嫩用这笔巨款 雇用了布丁三万三千人 战车三万两千辆 这样庞大的军费和雇用军 只是因为要羞辱大卫 他没有想到所出的代价吗 这是撒旦所发动 要消灭以色列的国际战争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亚和勇猛的全军出去 即使是大卫受了羞辱 还是雅门人先聚集各方军力之后 大卫才出兵的 因此这又让我们看见 完全是撒旦在背后所激起的战争 十当八节 雅门人出来在城门口摆政 索巴和利河的雅南人 陀伯人并马家人 另在郊野摆政 这样布政是想前后夹攻以色列 雅门人守陈池 他们而且让那个训练有术 有战车的雅兰雇用军 安营在适合战车作战的旷野 要从背后来攻击以色列人 十当九节 约压看见前后都有敌人的战争 就从以色列的军兵中挑选一部分 使他们对着雅兰人摆政 其余的兵交代他兄弟雅比塞手下 使他们对着雅门人摆政 约压看出以色列军队 父辈受敌 决定兵分两路 自己带领一部分精兵 去迎战训练有数的雅兰雇用兵和战车 其余的兵交代他兄弟雅比塞 去攻击战斗力比较弱的雅门人 约压对雅比塞说 雅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雅门人如果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你要刚强 为我们的名和我们神的诚意 我们都当刚强 愿耶和华照他所看为好的而行 约压并不能确定 哪一边的敌人更强 对自己的作战部署 也完全没有完全的把握 我们自己都当刚强 尽自己的本分 但是结果也都在耶和华的手中 于是约压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雅兰人 雅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 雅门人看见雅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雅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压就从雅门人那里回去 进了耶路撒冷 约压所采取的战略 显示敌军的阵型出乎他意料之外 也没有足够的兵力两面持续作战 他两面受敌 情势虽然违败 战略却似乎有效 先是雅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了 雅门人也退回了城里 因为雅兰人只是逃跑 他们还有力量征战 而雅门人落败进城去了 约压没有继续攻取敌城 可能当时已经接近雨季 不宜长久砸营作战 于是约压就退兵 回了耶路撒冷 大卫受了羞辱 但这次出兵并没有打败雅兰人 雅门人因此事情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撒旦不会就此罢休 激动雅兰人和雅门人继续来攻击以色列 十章十五节 雅兰人看见自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 就又聚集 雅兰人本来是雅门人花重金过来的佣兵 已经被约压打败了 却又主动聚集攻击以色列 这是仇敌在背后兴风作浪 不甘停止 哈大底线猜选人 将大河那边的雅兰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兰 哈大底线的军长 硕法率领他们 哈大底线是索巴的雅兰王 在撒姆尔夏第八章 已经被大卫打败过一次了 他不甘失败 把远方右发拉底河外的军队也调了来 要第二次进攻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 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亚兰人赢得大卫摆阵 与他打仗 这一次是大卫亲自带兵去作战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死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 和四万马兵 又急杀亚兰的军长塑法 他就死在那里 臣服于哈大底线的诸王 看见自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 就与以色列人和好 臣服于他们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这一次大卫是聚集以色列众人 集合了全国的力量 亲自过河迎战 结果大大得胜 亚兰人 诸王 诸王 乘服于以色列 一直到所罗门的晚年 因为他拜偶像 被神惩罚 亚兰人才重新 以以色列为敌 但是这个由亚兰人 挑起的战争还在持续着 通过这两场战争 我们发现 撒旦的二势力不断地挑战神的子民 好消磨他们 并且这些仇敌有非常强的凝聚力 在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 持续不断地骚扰大卫 撒旦处心积虑地 兴起敌人 一再攻击大卫 要打岔 他为神建造圣殿的心意 最终想要消灭神的国 同时也羞辱神给大卫立的约 但是大卫靠神得胜了 撒旦的罗罗不堪一击 撒旦一群蒙羞退去了 从属灵一面来看 我们看到撒旦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撒旦原先想用 两场绅士浩大的战争 打败大卫 但是当撒旦发现在战场上 无法叫大卫受挫时 撒旦就在另一面 来寻找大卫的弱点 这次他是从大卫的情欲 来击败他 羞辱他 神给大卫的角色是战士 但是当大卫没有在战场上 就在后方失败了 撒旦这一出手 虽有拔士拔外面的士佑 但还是大卫里面 那不受管制的情欲发作 就是耶和卫的仇敌 大得献渡的机会 《沙默下十一章》第一节 到了年初 猎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拆派约压和跟随他的臣仆 并以色列全军出战 他们肩毁亚门人 围攻拉巴 但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这一次大卫就没有出去跟着打仗 他的留在后方就出了事情了 这里的猎王就是指着前面的亚门人和亚兰诸王 这场战争在雨季过了第二年 春天又开打了 这场战役 以色列军队立刻肩毁亚门人 只剩下约压带兵围攻亚门人的首都拉巴 好为当时所受的羞辱报仇 因为胜利在望 大卫就没有随军出战 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圣经里面特别用了这个字 他仍然 有了过去得胜的经验 以为这次也能唾手而得胜 就轻忽了 不警醒 在大卫刚刚做王的时候 非利式人两次攻打进来 大卫是每一次都到神面前去祷告 但是在这一次看起来 他已经是打了很多年的圣战 这一次的战争 他就轻忽了 当神的百姓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 我们自身度外 就很容易使肉体发作 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要学会与基督的身体一同行动 基督的身体在行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与身体一同行动 就不会给肉体机会 外面的敌人很容易察觉 自己里面的敌人 需要主的怜悯 和我们在主里的警醒 大卫可以住在宝藏 就是堡垒里头 但是真正的敌人 却是阴险地在自己的肉体里面 第二节 一天 班王十分 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坪顶上散步 从坪顶上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盛美 大卫不仅没有与军队一起出战 却非常松懒 睡午觉 睡到了黄昏才起床 所以大卫这时候可以看出来 他的整个状态是非常放松的 他起床后 没有警醒 没有为前方战士祷告 而是在王宫的坪顶上散步 以色列人的房屋是坪顶的 所以大卫能够在屋顶的坪台上散步 当时因为要采光 百姓的房子中央都有一个露天的庭院 像天窗让阳光可以照进来 拔士巴在自己家的露天庭院 沐浴 其实并不是私礼的行为 可是大卫的王宫 是位于西安山最高的位置 他从王宫的屏顶上 可以看见拔士巴屋子里面的庭院 也看见了拔士巴正在沐浴 就被吸引了 第三节 大卫就猜人打听 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她不是别人 乃是乙莲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拔士巴 乙莲和赫人乌利亚 都是大卫的三十勇士的成员 所以拔士巴是 勇士乌利亚的妻子 大卫应该记得 十界当中的 不可奸淫 不可贪爱灵舍的妻子 这两界 可是当她平时没有克制情欲 在紧要关头 欲望冲天 就忘 就不顾后果 甚至当人提起 乙莲和乌利亚这两个人 是 名字的时候 大卫知道他们都是 跟随他的贴身勇士 是为他出生入死的 是绝对不可以侵犯 这勇士的妻子的 但是他失去了理智 大卫就拆使者去 将妇人接来 他来了 大卫就与他同房 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 事后他回家去了 撒旦的试探 常常是用眼目的情欲 来勾引诱人的肉体 夏娃在伊甸园中 也是先被蛇勾引了 看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是一步一步的 从看见 也觉得是越人脸目 并且他是可喜爱的 他心中就喜爱了 也能够使人有智慧 就栽下果子来吃了 所以我们看见 撒旦的引诱呢 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看见 大卫是偶然看见 美丽女子沐浴 那个只是遇到试探 然后他在仔细看 容貌盛美 就是靠近的试探 然后他猜人打听 他就陷入了试诱 最后理智被情欲吞灭了 他就把妇人接来 更是故意犯罪 接下来就与他同房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 撒旦的试探 是一步一步的 当试探来的时候 我们要警觉 我们要不让我们肉体 陷入试探 大卫在为难的时候 很多次是迫切地呼求主 但是在这松懒 情欲发作的时候 他就任意而行了 后来妇人怀了孕 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 我怀了孕 八十八月经才得洁净 表示他这个时候 是最容易怀孕 也表明他的怀孕 就是因为大卫 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之间 至少是经过了一个月 这个时候 八十八已经确定 自己怀孕了 八十八告诉大卫 自己怀孕了 是要大卫设法掩盖 两个人的淫乱罪 因为按照律法 行淫的双方都要被处死的 大卫本来只是一时情欲冲动 想偷一下情 以为没什么大事 却没有想到 八十八是因此怀了孕 就得设法掩盖 结果越掩盖 就越陷越深了 这正是 私欲怀的胎 就生出罪 罪继长成 就产生死 八十八被对大卫王 请入宫中 他没有拒绝大卫的要求 以致成为奸淫罪的同伴 两个人都该处死 怎么办呢 大卫就仗着 他是王的身份 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遮掩 第六节 大卫猜人到约亚那里 说 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 乌利亚来了 大卫问约亚好 也问重兵好 又问征战的事怎样 大卫对乌利亚说 你下到家里去 洗洗脚吧 乌利亚出了王宫 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 在这段尴尬的谈话里头 没有记载乌利亚的任何回答 因为大卫根本不关心他的回答 战场上究竟是如何 大卫只关心 怎样能够让乌利亚回家 跟拔士拔同房 好让大卫的奸情得以被掩盖住 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众仆人 一同睡在王宫门外 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有人告诉大卫说 乌利亚没有下到自己家里 乌利亚睡在王宫门外 可能是睡在王宫入口的 护卫房里头 而且他是和大卫的护卫们 一同睡在那里 即使他从战场上回来了 他还是在保护着王 他的确是勇士 大卫就问乌利亚说 你从远路回来 为什么不下到自己家里去呢 乌利亚忠心耿耿 看大卫是他的主人 哪知他的主人 却向他怀了恶意 乌利亚对大卫说 约贵和以色列与尤大兵 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鸦和我主的仆人 都在田野安营 我岂可回家吃喝 与妻子同寝呢 我指的王和王的性命起事 我绝不行这事 从伊甸园开始 人一旦开始犯罪 第一个反应 就是想办法掩盖自己的羞耻 而不是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大卫也是一样 都是亚当的主类 在乌利亚眼中 大卫是他的主人 他心中非常尊重大卫 而且他是赫人 不是以色列人 是外邦人 居然对神的约会 和军中的同胞 如此的看重 他所说的话 岂不叫大卫羞愧万分吗 可是大卫这个时候 只担心 如何能够掩盖他的犯罪 所以撒旦在一旁 暗笑着呢 撒旦在暗笑 神也借着乌利亚的口 提到约会 并且也借着这位 外邦勇士的敬畏和忠诚 提醒神国的君王大卫 应当谨守神给他立的约 但是这个时候 大卫已经被自己的罪弄昏头了 一心只想着 怎样才能够掩饰自己的罪行 所以他邻里一片昏暗 已经是心蒙子油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了 根本不算是正常的人了 也更不配做神国的王 我们要认识人里面的肉体 犯起罪来的可怕 大卫的天然肉体 和当年的扫罗 完全一样 在罪的面前的第一个反应 也是想办法 甩锅 推卸责任 他把乌利亚找过来背锅 让他和妻子同房 使人看不出他的奸淫罪 人犯的罪 不认罪悔改 还自早解决方法 结果是罪上加罪 难以自拔 大卫对乌利亚说 你今天人住在这里 明天我才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天和次日 都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招请乌利亚来 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 使他喝醉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 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 并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大卫让米菲波社 在王的桌上吃饭 是出于真心的恩慈照顾 但是这时他请乌利亚来 在自己面前吃喝 却是要使他喝醉 好叫他回家去 大卫真是居心诡诈 阴险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无法医治 谁能吃透呢 可是乌利亚虽然喝醉了 却没有让他的忠诚被迷惑 乌利亚这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忠信的 而且是清醒的 他还是没有回家 这下叫大卫起了更邪恶的念头了 他要借刀杀人 四日早晨 大卫写信给月亚 教乌利亚亲手带去 信内写着说 要派乌利亚到战事最激烈的前方 你们便退后 使他被击杀而死 乌利亚的忠心耿耿 没有感动大卫 大卫竟然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 而让乌利亚亲手带去 对他的谋杀令 大卫肉体中的险恶 太可怕了 亚当子孙败坏的肉体 都是可怕的 在《创世纪》第六章 就是诺亚时代 人类的第十代 人心中中日所思念的 竟都是恶 而且是非常的邪恶 大卫做这些事和心中的念头 都在神的眼里 耶利米苏十七章第十节 说我耶和卫是检查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大卫这个时候 他在心里头说 想的神都是检查清楚的 也要来报应他 于是约压在围城的时候 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 便将乌里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压打仗 民中有几个大卫的仆人 正亡了 赫人乌里亚也死了 约压猜人 去将征战的一切事情 告诉大卫 并且特别嘱咐那个人说 如果大卫问起来 你就说 你的仆人赫人乌里亚也死了 这个是重点 大卫就对使者说 你对约压这样说 不要因这事难过 刀剑或吞灭这人 或吞灭那人 没有一定的 你只管竭力功成 将成亲父 你要用这话 碾力约压 约压猜人去报告大卫 主要的是 约压乌里亚死了 约压完成了大卫 交给他的任务 约压怎么可能接到大卫的来信 就不分青红皂白的 照着大卫的话去杀掉一个忠心跟随的勇士呢 乌里亚也是他身边一同作战的同袍 因为约压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 所以顺从人 不顺从神 毫不犹豫的配合大卫谋杀乌里亚 并且他还运用自己的军事计谋 使执行的手段更加隐秘 不会被人察觉 大卫的计划是把乌里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全军退后 使他一人被杀 不必连累别人 但是约压改成 派乌里亚去敌军勇士所在之处 让另外几个士兵也与乌里亚一同战士 就更巧妙地 引盖了真正的谋杀目标乌里亚 这位对大卫忠诚 对同胞残酷 对神悖逆的约压 活在人自己的打算中 有时候会帮神的忙 前面在对亚门的争战中说 为我们的名和我们神的诚意 我们都当刚强 但是有时候却帮撒旦的忙 为大卫执行这件流传千古的谋杀案 人的计谋再如何打算 总是逃不过圣灵的眼光 都被忠实地记载下来 大卫戴着假面具 勉励约压 还伪善地说 不要因这事难过 这句自欺欺人的话 既是对约压说的 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为的是欺哄自己良心的控告 一个被称呼为和神心意的人 在被追杀的日子里 生命不断成长 学会了顺服神 依靠神 一直成熟到 可以坐上神国的宝座 但是经过神这么多年的对付 他里面的肉体 竟然没有一点改变 而且是更丑陋 更邪恶 借着这件事情 残酷地曝露出来 成为千古羞耻 世上果真没有一个完人 一个也没有 人人都需要耶稣 撒下乌利亚的妻子 记得这里头圣经记载是 乌利亚的妻子 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 就为他哀哭 哀哭的日子过了 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 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这里头讲的他 圣经给他的头衔是 乌利亚的妻子 是不正当的 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而是说乌利亚的妻子 从大卫犯罪开始 一直到他生下儿子 大约有一年的时间 大卫没有悔改认罪 圣经完全没有提到神 似乎神隐藏起来了 神是否任凭撒旦嚣张 也任凭这位神所立的王大卫 就如此堕落下去呢 撒下十一章二十七节下 但大卫所行的这件事 耶和华胜不喜悦 看不见的神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 他非常不喜悦 主宰忍耐的神 允许撒旦的破坏 因为他有他的处置方式和时间 他也要借着大卫的失败 来显示后代的人 神是怎么来处置的 神要借此 使后人都看见 每一个亚当的子孙里面 堕落的肉体 是何等的败坏 即使生命成熟如大卫 经过了许多年神的对付 还是会犯下这么可怕 可证的罪 神后来的处理 会让我们能进一步的认识神 认识神的公义和管教 好叫我们敬畏神 不敢放松肉体 也让我们旌旗 神的智慧和恩典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信息对我们的应用 第一 这正是撒旦要所有人观看的一幕 为要叫 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但这也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一幕 为要叫我们更深的 认识肉体的可怕 也知道神是有审判 有报应和管教 人无论有多么属灵 有生命的成长 那在亚当堕落时候 撒旦所带来的罪信 一直在我们的肉体里 只要什么时候 我们不活在调和的灵里 离开了神这活水的泉源 什么时候就会曝露出 肉体的丑陋和可怕 我们只有看清肉体的顽固 才能够承认自己并没有任何可夸的 在伟大 全能 圣洁 公义的神面前 承认我们什么都不是 只有神自己才是耶和华 我是 我们需要抓住这位 我是 这位耶和华 成为我们随时随刻的救助 第二 撒末下第十章的战争 是大卫犯罪的历史背景 作为撒末下十一章 大卫犯罪的伏笔 也为大卫 谋杀乌利亚 安排了一个场景 而真正的背景 是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 而神说你不可以 而是神要把基督建造他那里面去 他所缺少的 因为他还是个在肉体中的人 他需要基督的经过死而复活 是那不朽坏的成分 才能够来建造 这一段解释了 为什么以色列和亚门人 会爆发这一个长期的战争 这战争出于大卫的好意 为要报恩 却被误会而受了极大的羞辱 这让我们看见了 因为撒旦也叫魔鬼 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 他控告大卫派出使者 而引起的战争 使得大卫落入的陷阱 如果当时没有这场战争 乌利亚就不会出门 大卫也不会这么松懒 反放纵 但是大卫 长期放纵情欲 不受管制 因为有这么一个软肋 就让撒旦有机会可蹭 也让仇敌有亵渎的机会 扫罗不愿意对付肉体的嫉妒和悖逆 大卫片面的对付肉体 却放纵情欲 我们需要全面的对付肉体 不可以放松 主啊 我们需要紧紧抓住你 不敢离开你一步 我们什么时候不活在调和的灵里面 我们里面的肉体 就有犯罪的可能了 好 我做了一张剪图 我们看一下 扫罗做王 大概在他做王了二十多年之后 大卫出生了 大卫被高的时候 大概是十五岁左右 大卫杀哥利亚 然后扫罗开始追杀大卫 大约有八年 扫罗暂死了 所以从扫罗做王到他暂死 有四十年 大卫在西伯伦做王 那时候大卫是三十岁 大卫后来做了以色列王 是三十七岁 大卫夺取耶路撒冷 迎接约柜 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 预备材料 神在那个时候说 你是战士 我要兴起你 你的后裔 我要为你建立家世 你的后裔 才是为我建造殿雨的 大卫在那个时候 得到神与他立的约 所以大卫接续 就是来一连串的战争 就在沙漠下第八章 到这个时候 又有一场战争 大卫与亚门人征战 在征战的中间 大卫就犯了淫乱谋杀罪 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是整个沙旦 在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 预备材料 神与大卫立约的这一段里头 所插进来的要打岔 这也就是阴间要来破坏 要来打击神所建造的造会 第三对我们的应用 这个时候大卫的王位稳固了 权力和军事力量 也都到达了顶峰 周围的仇敌 也大部分都被征服了 攻取亚门人的拉巴 也是指日可待 然而人生于忧患 就死于安乐 越是成功安逸的时候 越容易失去警觉 也越容易让肉体出头 所以 灵前第十章告诉我们 自以为站得稳的 要谨慎 免得跌倒 我们绝不比大卫更加近前 属灵 因此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千万不要高估自己 抵挡试探的能力 我们应当求主 主动的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赶快要逃离啊 免得陷入试探 就从恩典中坠落了 而更好的方法 是常常求主 不要叫我们陷入试诱 提前避开 可能会出现试探的场合 第四 主耶稣在马太五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郑重地警告我们 你们听说有话说 不可兼淫 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父女 有意贪念她的 心里已经与她犯兼淫了 你看这里头 主特别用这两个字 看 有意 这个就是指的 大卫犯罪的时候 所以主在宣告 诸天之国的宪法的时候 主耶稣特别讲的这句话 就是指的大卫犯罪时候 所说的 连大卫这样属灵成熟的人 当他在眼睛的看上面 放纵情欲的时候 就已经犯罪了 而且大卫在对付 非利式人攻打的时候 他有接连两次的祷告 可是在这里 却没有祷告 我们需要常常祷告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 要不住地祷告 在对付肉体的情绪上 更是不可放松 第五 撒末下十一章 最后那个一节讲到 但大卫所行的这是 耶和华甚不许愿 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到 他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的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咬动 但是在这个慵懒 放松的下午 大卫却离开了神的面 秦玉弄瞎了他的眼睛 也叫他失去了警觉 不孤到做这事的后果 征言十五章第三节 耶和华的眼目 无处不在 恶人 善人 他都见察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 也就是在这里 耶和华圣不喜悦 当大卫要为神建造电雨 撒旦就来攻击 暴露出大卫里面的肉体 所以神说 不是你为我建造电雨 而是我来建造基督到你的里面 我们里面需要 主 这位得胜者 在我们里面 才能胜过我们肉体中的情欲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督 第六 我们都需要看见 自己乃是不洁的总和 无论我们得过多少次的洁净 我们里面的肉体 仍然是不洁的 我们洁净不洁净 在于良心的感觉 我们良心的感觉 是在于我们对主的看见有多少 我们越看见主 看见他的圣别 看见他的公义 我们就越被曝露 就越得着洁净 当我们的良心得了洁净 没有亏欠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接触圣洁的主 只要我们留在旧灶里 我们绝不能够完全的洁净 因为旧灶是不洁的 我们需要主的再来 使我们的身体得俗 我们的身体一旦得到旧俗 就要脱离旧灶 那个时候 我们才是完全洁净的 所以今天世界局势 告诉我们主要再来 我们也愿意 我们里面有个真正的呼求 主啊 我愿意来 而且主啊 我愿意快来 阿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到此 我们下来 我愿意去 我愿意去 我愿意去